2月9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導員小啤。 首先和大家宣布一則非常嚴重的消息, 林電月娥打算嫁勒這一個安心出行,再度限制香港人的行動自由。 她表示,所謂疫情發展急速,行政會議授訂了防疫抗疫599章下的規例, 將六個地方包括宗教、超級市場、商場、街市、發營屋及百貨公司列入表列場所。 當中宗教場所及理髮譜將會在星期四,即2月10日起關閉。 另外,限聚令同時收緊到兩個人。 更離譜的是禁止私隱地方多過兩個住戶的跨家庭聚會。 如果違反法例,你便會被罰錢。 由五千元罰款上升至一萬元港幣。 至於解僱未因為打針而缺勤的員工,不會被視作不合理解僱。 那便恐嚇了。如果你不打針,不能回工, 老闆隨時解僱你也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不用賠錢。 而相反,如果僱員因為被圍封或需要隔離而缺勤,不能回工, 僱主不能解僱,員工也可以請假。 在這個表列場所方面,政府新增超市、商場等六項地方, 換言之,由2月24日開始。 在表列場所那裡,政府新增超級市場、商場等六個地方, 換言之,由2月24日開始。 市民進入這些場所都需要用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 而當中的宗教場所和理法譜, 將於這星期四起暫時關閉。 臨電說,新規例雖然有納入交通工具在內, 但目前很難引用疫苗通行證。 所以交通工具暫時不需要用疫苗通行證。 大家記不記得剛剛推這個安心出行時在街市實行, 整班市民捕在門口等待安心出行。 至於如何查詢市民有否賺疫苗通行證呢? 當局便說,分為主動和被動執行法。 主動執行法包括食市, 顧客需要主動掃描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通行證。 後者則代表市民入了流動性較大的場所, 例如商場、超級市場和百貨公司等。 市民需要送安心出行, 但不需要主動出示疫苗通行證, 只需要抽樣表示。 情況就等同查身份證。 超級大混亂和阻人時間, 亦非常麻煩。 因大家都知道這個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 除了關於谷針之外, 就是阻止市民自由出入的行動。 亦變相追蹤市民去了哪裡。 現在想像下, 如果基本上所有地方, 商場、街市、超級市場, 全部都需要用疫苗通行證和安心出行, 到時會造成什麼情況? 到處門口是否會變成花虛? 更嚴重的是, 臨電說疫苗通行證將在餐廳首先採用, 之後會推廣到學校、公營機構辦公室和社福機構等。 換言之, 他已經說明了, 全香港基本上沒有什麼地方不需要用疫苗通行證。 而限聚令將由四個人收緊到兩個人。 食股方面, D類食股星期四開始收緊到最多四個人一台, B市類就最多兩個人一台。 在這月24日起, 所有食股要作D類營運, 即是所有員工必須完成打針, 食客亦需要打針才能吃飯。 當局亦將禁聚令延伸到私人場所。 禁止私人場所中多過兩個住戶的跨家庭聚會, 不過兩戶人的要求沒有人數的限制。 例如, 私人場所涉及做事需要的聚集, 便可以豁免兩戶聚集的要求。 那我就不明白了, 那你私人地方如何界定? 我家是私人地方, 你會否又當不能有兩戶人聚集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 好恐怖啊! 如果我家也可以隨便讓你走進來搜查我, 然後計算我幾戶人走進我家。 我連家請誰來都要你管啊! 吃飯、閒街, 你又要管, 現在剪頭髮又不能剪了。 我現在家請誰來, 你也要管啊! 這是什麼地方來的? 如果是這樣, 周圍都是黃衫人了。 到街市、餐廳、商場、門口那裡, 有人在查我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 全香港也是這樣規管, 豈不是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而這個疫苗通行證是分開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在2月24日開始實施, 12歲或以上的人士最少接種一針, 而第二個階段將於4月底開始實施。 這有兩個條件, 就是18歲以上的人士最少接種兩針, 而12至17歲的人士最少接種一針。 而第三階段就是6月底開始, 這是一個谷針階段。 48歲以上的人士打完兩針後, 隔了9個月需要打第三針。 而12至17歲打第一針, 隔了6個月最少接種兩針。 這是谷針, 逼全香港市民打三針。 如果我住地鐵上居, 樓下有商場的, 我是否不能回家? 即是如果我故意不登入安心出行, 我堅持不用的話, 我要經過商場才回家, 那我就不能回家了。 又或者, 我已經打完兩針, 因為上班我必須要打完兩針才能回家, 我就迫著要打針。 那我回家的話, 如果我住地鐵上居的屋苑, 我是否要排隊不知等多久才能回家呢? 因為我要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在商場門口, 到時便會擠迫大量市民在此等。 無論前設是怎樣, 都會造成全香港市民非常混亂, 亦非常浪費時間。 當然, 這個疫苗通行證和安心出行, 絕對會記錄下全香港市民去過哪裏, 即是變相限制了市民的行動自由。 大家記不記得在2019年社會運動發生時, 港鐵銅鑼灣站發生懷疑跳襲的事件, 一個黑警想截查嫌疑人時, 和一個美籍銀行高層糾纏, 這個美籍銀行高層叫Samuel Phillips Pickett, 這個建議勇為的Samuel先生, 經審訊後被裁定襲警罪成。 潘酬四個月兩個星期, 他不服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 並且服刑不久後獲准保釋。 上年11月經開庭審訊後, 小男人法官杜麗斌昨日頒發下判詞, 就說原審裁判官的定罪, 裁決就沒有犯錯地說。 他說判刑亦沒有過重, 駁回上訴人士的上訴, 上訴人亦需要即時收監繼續服刑。 勇士36歲美籍上訴人Samuel Phillips Pickett, 被控於2019年12月7日, 在銅鑼灣站近F出口, 替間襲擊黑警余樹新。 法官在判詞就說, 當時正直社會動蕩最高峰時期, 黑警如果被人認出是黑警身份時, 可能會被襲擊, 所以被派發申訴警棍保護自己。 法官在看事發片段後, 認同原審裁判官就說, 雖然事主沒有出事他的委任證, 但當時屬於千歐一法之間。 他正在追捕跳襲的男子, 但被另一個外籍男子襲擊, 之後又被尚蘇人等搶他的警棍, 所以用腳踢向尚蘇人亦可理解, 並合適。 或者做什麼都可以, 踢人又沒問題,打人也可以。 這個小男人法官道立兵又說, 事主面對敵對群眾耳寡敵眾, 所以未能拿出委任證和沒有即時承認是黑警身份, 亦可理解。 但最終他亦有向尚蘇人等口頭承認是黑警。 相反,法官認為尚蘇人根本沒有必要向事主使用暴力, 而且更意圖拿他的警棍。 小男人法官認為尚蘇人用的武力不合適, 而且拒絕接納他是因為自衛的說法, 法官最終駁回尚蘇人的定罪尚蘇。 至於刑期尚蘇的方便, 小男人法官強調正直執行職務的黑警必須受保護。 尤其當時在動盪的社會時期, 而雙蘇人在事主、島地後仍踢他福報等, 法官認為判監四個月和家營兩個星期並不是歌寵, 而且屬於恰當, 所以亦駁回他的刑期雙蘇。 我每次看到這些新聞都非常憤怒, 因為香港已經變成一個不是人住的地方, 除此之外更沒有法律, 全部的法官都是小男人法官, 而所有正直和正義的人士都被人收監, 受到懲罰。 但凡事的黑警, 或有權有勢的人從來不需要被人懲罰, 這是一個多麼不公平而沒有法治的社會。 簡單來說, 這個社會是懲罰正直說真話的人士, 做壞事的人逍遙法外。 接下來就和大家跟進黑警的染疫消息。 警方昨日表示, 有六個黑警和三個副警人員中了招, 他們年齡乎28至57歲, 分別在西九龍總區、 新界北總區、 深水埗景區、 觀塘景區、 大嶼山南昏區、 天水圍昏區、 水景南昏區和 水景西分區工作。 同樣, 他們獲得安排接受病毒檢測分別在昨日和今天, 初步確診, 他們在過去14天並沒有外遊記錄。 工作期間亦有戴口罩, 最後上班日期皆乎1月31日至2月8日期間。 雖然每天都有一則短新聞, 但的確振奮人心。 這則新聞長做長有, 數字步步高升。 最後一則就是網戀,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些網戀騙案已經實行十幾年, 很久了, 但仍然有人中招, 想不到有些高學力的人士, 例如女醫生也中招。 上年葵青區景區發生四宗 涉及Tinder的網上情願偏案, 還用WhatsApp深入認識。 其後, 這個騙徒俄稱生意遇到困難, 向受害人求助金錢, 貪受害人將網上轉帳或iTunes增值。 受害人按指示過數後, 編圖便會不知所蹤。 同一套Navis現在很紅的Documentary, 一個紀錄片非常相似, 這套紀錄片的片名叫做Tinder抓編王。 這個不同劇制, 在過程中, 受害人與騙徒從來沒有見面。 四個受害人意識到受騙後報警, 案件交由葵青區警區跟進, 暫時沒有人被拘捕。 而葵青區在2021年總共接獲82宗網上情願偏案。 其實想跟大家說說這套紀錄片Tinder抓編王。 這個紀錄片真好看, 我今天才剛看完。 這個真實故事就是這樣, 一個騙徒叫Simon Leviev, 她原名是Simon Hayard, 她是以色列人。 她假扮以色列專石公司創辦人, Lev Leviev的兒子, 在AppTinder那裡, 怨婦尋找獵物, 而且更偏材偏識。 這個Navis的電影好看之處就是訪問了三個受害人。 這三個女士都很詳細地說她如何認識這個男人, 以及她如何中招, 之後如何被人欺騙。 很多人都很喜歡網上找真愛。 這個故事的主人翁, 這個受害人女生也是。 她本身是瑞典女生, 從瑞典到倫敦工作。 她在倫敦玩App, 認識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告訴別人她是有錢仔的兒子, 她是有錢仔夫的照片, 坐私人飛機, 去酒店吃很漂亮的菜式, 住豪華的酒店, 有私人遊艇等等。 她引人入局的方法非常匪夷所思, 她很等本。 她首先約這個女生在倫敦的一間漂亮的酒店聊天, 聊完後就跟她說, 你不如立即執行李, 我要去做生意, 你陪我一起去吧, 我們坐私人飛機去。 酒店門口有一輛名車, 就打算接這個女生回家, 順便拿走行李, 一起去機場坐私人飛機。 而當時這個女生非常興奮, 她覺得她搭上了富豪。 同時真的有一個私人飛機在機場等著她。 同場有另一個演員, 包括一個自稱她前妻的女生, 抱著一個小孩, 就說是她的兒子, 不斷跟女事主說這個男人很好。 後來就知道這個女人也是被這個男人騙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事後她還繼續跟她在一起。 我再快點簡單講, 不然我怕我講到半個小時還未講完。 事後這個男人就作很多故事, 找很多演員, 例如一個保鏢, 告訴她, 我寶貝現在受傷了, 其實我現在生命很危險, 你給錢給我吧, 你給錢給我吧, 我是很急需要錢。 因為你的女生已經下了答, 於是為了她而借很多錢, 最後搞到很多債務上身。 最終這個男人被捕了, 但被捕了坐五個月監後又出來, 繼續逍遙發愛。 現在還是吃好住好, 曬名牌曬遊艇上。 所以這些傢伙長做長有,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還受騙。 但這套Documentary真的蠻好看, 如果大家有時間, 也建議可以看看吧, 有娛樂性之餘, 也覺得那些人其實蠻寂寞的。 今天的新聞就這麼多了, 明天見,拜拜!